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我是孟如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最大的肉类食品生产商泰森食品表示 随着中国买家加大购买量 全球肉类价格会走高数月 供需平衡或受影响数年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 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跟韩国总统文在寅 7号晚通了电话 双方讨论了尽快重启无核化谈判的方案 并声定会全力促请朝鲜不偏离无核化对话轨道 双方一致认为朝鲜发射飞行物后 两国政府在紧密合作下 采取的妥善应对措施颇有成效 两人还谈到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 以及粮农组织近日发表联合报告 指1000万朝鲜民众急需粮食援助 特朗普表示支持韩国向朝鲜提供粮食援助 认为这是非常及时的人道举措 这是两国元首自河内美朝峰会后 时隔68天通话 也是双方上约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后 时隔26天再次沟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日在芬兰出席完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后 原定转到德国同总理默克尔会面 但行程在最后一刻取消 据报美方以国际安全事务为理由而取消 而蓬佩奥8日访问英国的行程不变 另外俄罗斯表示 蓬佩奥14日会访问南部城市索契 同外长拉夫罗夫会面 并有可能同总统普京会面 蓬佩奥在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 签署一项会议声明 北极理事会8个成员国都同意 要保护北极可持续发展及其生态环境 但由于美国不同意有关气候变化 会危害北极的表述 所以这次会议没达成联合宣言 是自北极理事会自1996年创立以来的首次 美国联邦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昨日公布了一项新计划 允许地方执法人民代表联邦政府 逮捕并暂时拘留非法移民 有媒体指出 这项新计划是特朗普政府 收进移民法规的最新举措 根据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公告 有意加入这项合作计划的地方执法单位 可以不受州和地方政策限制 拘捕非法移民 新计划同时适用于缺乏预算和人力 但有意与联邦政府合作的乡村地区执法部门 在计划下 地方执法人员代表联邦政府执行逮捕后 需在48小时内将移民移交给联邦单位拘留所 否则将释放移民 地方单位人员只会在辖区内进行逮捕 不过地方执法当局不会审问移民身份等条件 也不会遣返非法移民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前副总统拜登以近半的支持率 遥遥领先其他民主党总统参选人 并且领先优势持续扩大 国会删报和民调机构哈里斯最新发布的一项联合民调显示 拜登在民主党中以46%的支持率领先于其他所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 参议员桑德斯以14%的支持率位列第二 印第安那州南本德市前市长布迪格以8%的支持率排在第三 其次四日参议员沃伦支持率为7% 自四月底正式参选以来 拜登的支持率持续扩大 最新全美民调平均之显示 拜登的支持率为38.3% 领先桑德斯22.3% 而拜登宣布参选当天 两人的差距仅为6.3% 此后拜登的支持率持续上升 同时桑德斯的支持率持续下降 休息一下更高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美国女演员帕梅拉·安德森 7日到英国伦敦一所监狱探访被囚的 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 安德森形容阿桑奇是无辜 需要公众的支持 安德森过往曾在 埃高多尔驻英国使馆与阿桑奇会面 自阿桑奇被关押在高度设防的 贝尔玛士监狱后 安德森和维基解密主编赫拉·凡松 成为除了哈桑奇律师以外 首批到监狱探访他的访客 哈桑奇本月1日被伦敦法定裁定 要为7年前违反保障条例 逃进厄瓜多尔驻英国使馆寻求庇护 服刑50个星期 同时美国指控阿桑奇入侵国防部电脑系统 要求英国引渡哈桑奇到美国受审 法官将于本月30日和6月12日 在举行两次听证会 决定是否批准印度 总统特朗普6日向高尔夫球名将 老虎伍兹授予总统自由勋章 老虎伍兹成为了第四位 获得这种殊荣的职业高球手 一是在白宫举行 特朗普夫妇和老虎伍兹的家人 亲信都有出席 特朗普称赞老虎伍兹 在高尔夫球场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并在逆境中取得胜利 付出了不懈努力 特朗普之后亲自替他戴上 总统自由勋章 是美国最高的平民荣誉 43岁的伍兹上个月 赢得了他的第五个大师赛冠军 再一次夺得了绿色夹克 他致辞时又感谢父母 以及那些多年来一直支持他的人 食药局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防晒霜并不仅仅停留在人们的皮肤表面 其中的化学物质会被血液迅速吸收 但是会否造成健康隐患尚不明确 在同行审议医学期刊JAMA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 在没有政府安全检查的情况下 不同防晒霜中的四种活性成分进入血液的水平 远远超过食药局建议的预值 此前食药局已将这四种化学品列入了一系列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成分 然而研究作者指出 只因为它们被吸收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安全 也不意味着人们应该停止使用防晒霜 美国皮肤和医师学会在回应称 鼓励人们继续使用防晒指数为30或更高的防晒霜 以及其他保护措施 因为皮肤癌是美国最常见的癌症 在无保护的暴露在阳光的紫来线下 是皮肤癌的主要危险因素 食药局建议每隔两小时涂抹SPF值为15或以上的防晒霜 即使在阴天也是如此 5月是国家自行车安全月 加利福尼亚州公路巡逻队和加州交通安全办公室 借此提醒驾驶者和其自行车的人士里让行车 并安全有序地共享车道 以减少加州道路上的伤亡情况 当局表示 其自行车的人和驾驶者拥有相同的权利 也是需遵循与驾驶者相同的道路规则 如需在停车标志处停车 遵守交通标志和信号指示 如果有5辆或以上车辆排在骑车人后方 则应驶离马路并给行人让路 此外与驾驶者一样 骑车人也受到不能酒驾或独驾的法律约束 以及应该在骑行时避免分心的情况发生 加利福尼亚州同时要求驾驶者在通过自行车时 至少应流出3英尺的间隙距离 据官方统计 在过去的5年中共有772名骑车人死亡 超过59000人受伤 而骑行在道路的错误一侧 以及违反交规则是造成事故的主因 洛杉矶旅游局发布最新报告显示 2018年旅游业为洛杉矶线的经济发展 直接贡献了239亿美元 并产生了366亿美元的总体经济影响 创历史新高 2018年的访客支出比2017年的总支出高出12亿美元 增长了5% 总体经济影响比上一年增加了4.9% 旅游业为州和地方税收 贡献了29亿美元 统计显示 如果没有旅游业 洛杉矶线的每个家庭将需额外支付 875美元的税款 此外2018年洛杉矶迎来了5000万游客 包括4250万国内游客和750万国际游客 同创历史记录 此外旅游业支撑了洛杉矶线休闲和酒店服务业 53万4258个工作岗位 全线每8.5名工人中就有一人就业 也创下了历史记录 去年旅游业再次为全线增加了9700个就业岗位 以上就是今天快据的详细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by bwd6